公元25年,刘秀派人劝向了朱伟后进入了洛阳城并将洛阳定为都城 那么,刘璇和赤梅军在长安城的战况如何?他们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璇投降,即刘秀与赤梅军决战 公元25年9月,赤梅军进入了关中,刘秀也派邓宇率领2万精兵前往关中,刺激而动 刘璇的将领们,闻听赤梅军和邓宇都准备攻打长安 就建议刘璇,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就赶紧撤退 然而,刘璇并没有同意,而是要求他们死守长安城 可建议逃跑的将领们却不听调遣,还密谋准备杀掉刘璇后逃走 结果消息泄露,刘璇就准备在立秋大计的时候逮捕密谋者 结果到了这一天,刘璇却犹豫了,迟迟没有下令动手 可有些将领已经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即拔剑突围 结果,刘璇抵抗不住,率领百官逃出了长安城 出城后的刘璇意识到,将领们之所以敢反抗 一定是得到了王匡和陈牧的支持 于是,他就以召见大臣们议事为由,准备除掉王匡和陈牧 结果,陈牧没有发现异常,被刘璇逮捕之后斩杀 而王匡则提前得到了消息,率军进入了长安城 与反抗刘璇的将领们联合了起来 不久之后,刘璇率军杀毁了长安城 王匡等人逃走,直接投降了赤梅军 此时,赤梅军的首领凡崇,在方阳等人的建议下 也立了一个汉朝宗室,年仅15岁的刘璇子为帝 并组建了三公九卿等朝廷机构 刘璇子是刘邦之孙,刘璋的后人 之前在赤梅军中是负责割草和喂牛的牧童 之后,赤梅军便来到长安城下,开始攻城 刘璇的守军抵挡不住 守城的将领主动打开东都门,放赤梅军入城 刘璇率军逃走 远在洛阳的刘秀德之情况后,下了一道诏书告知天下 他以封刘璇为淮阳王,有胆敢诛杀刘璇者 以大不逆判处,如能护送刘璇回到洛阳者 则封侯刺绝 樊崇也以刘盆子的名义下诏 如果刘璇能在二十天内投降他 他就封刘璇为长沙王,否则过期不后 最后,刘璇选择向赤梅军投降 并将皇帝的玉玺献给了刘盆子 刘盆子也将他封为了长沙王 从此,刘璇就一直跟着赤梅军的将领谢露一起居住 一段时间后,在张昂的劝说下 谢露派了几名亲兵和刘璇一起到郊外木马 并且密令亲兵将刘璇杀害 刘秀德之后非常悲痛 让邓宇将刘璇安葬于霸林附近 至此,刘璇的庚史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来看赤梅军 赤梅军进入长安后,依然改不了烧杀强掠的习惯 导致三府地区的百姓们纷纷起兵 与赤梅为敌 所谓三府,是指京兆尹、左逢邑、右逢邦 这三位官员所管辖的区域,也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地区 这时,邓宇的将领们认为 此刻是攻打长安城的最佳时机,建议立即攻城 但邓宇认为,他们是孤军深入 既没有接应的队伍,也没有粮草补给 而赤梅军则刚刚拿下了长安城,士气阵望 所以,应该等他们把粮草耗费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攻打 于是,邓宇放弃攻打长安城,率军北上去平定了上郡 北低郡和安定郡 果然,邓宇走后不久,长安城就乱了起来 首先是投降过来的王匡等人准备逃跑 被赤梅军发现后,全都给斩杀了 接着,赤梅的数十万大军拥入长安城后 粮草消耗巨大 很快,长安城里的粮草就被消耗完了 而三府地区的百姓们还在顽强地抵抗着 不可能给他们供应粮草 于是,帆崇决定放弃长安城 前往拢幼地区补充粮草 赤梅军走后,邓宇则趁机南下 驻军与昆明池 然而,赤梅军到达拢幼后 却遇到了割据拢幼的魁销 由于他们的顽强阻击 赤梅军不但没有补充到粮草 还大败而归 此时正至严冬 天降大雪,赤梅的很多士兵在路上冻饿而死 不得已,他们只好返回长安 打败了邓宇后 再次回到了长安城 这次外出,使赤梅军遭受了极大的消耗 邓宇战败后 率军退到了高陵 此时,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将士们饥饿难赖 以吃枣子和野菜度日 刘秀得知战况后告诉邓宇 由于关中缺粮 赤梅军必然会向东而来 所以,你不可妄自进兵 只要等着他们向东而来就行 然而,邓宇却不甘心 他率领着饥饿之兵 又数次去攻打赤梅 结果都是大败而归 这时,刘秀派冯毅率领一支军队 来接替邓宇 让邓宇返回洛阳 然而,邓宇还是不甘心 公元27年春 邓宇率部来到了湖县 即今天山西陵宝市以西的黄河边上 他邀请冯毅和他共同迎战赤梅 可冯毅认为 赤梅军现在还很强大 要想战胜他们 最好是能诱降 如果诱降不成 也只能智取 切不能应拼 可邓宇不听劝告 率部与赤梅军再次大战 双方缠斗了一天后 赤梅军洋装战败 连粮草资重都没拿 就逃走了 邓宇的将士们 好久都没有吃过饱饭了 看到赤梅军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后 就争相过去 准备搬运 结果打开后发现 里面装的全都是泥土 正在这时 赤梅军又重新杀了回来 邓宇大军手足无措 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正在这时 冯毅率军赶到 赤梅军才被迫后撤 然而赤梅军撤走后 邓宇再次向赤梅发起反攻 这下赤梅军也被磨得失去了耐心 准备和邓宇大战一场 一举歼灭邓宇 当赤梅军从漫山遍野冲过来之后 邓宇的大军根本就抵抗不住 死伤了三千余人 其余的则四散奔逃 最后只有24名卫士 还留在邓宇身边 保护着他逃到了宜阳 之后赤梅军又掉头去攻打冯毅 冯毅也被赤梅军打败 很多士兵连战马都丢了 只能徒步逃到小底 即今天河南洛宁县西北 在这里冯毅收集溃兵又临时招募新兵凑了数万人 准备和赤梅军决战 赤梅军得之后喜出望外 觉得刘秀派来的这两位将领 应该是被他们给打封了 于是赤梅前来应战 小底之战开始 冯毅先派了一支人马主动发起攻击 赤梅军则只派了一半人前来迎战 结果冯毅的前锋抵抗不住 只能让主力一起进攻 赤梅军健壮也全军出击 双方从日出一直战到日落 竟然不分胜负 正当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 突然从旁边又杀出一队人马 他们的装束和赤梅军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却并不是赤梅军 而是冯毅安排的伏兵 这支伏兵的加入 彻底打乱了赤梅军的阵脚 他们分不清哪些是自己人 哪些是假扮的赤梅军 而冯毅的大军却能分得清 于是赤梅军不知道应该去砍谁 弄得手足无措 只能开始撤退 然而兵败如山倒 赤梅军在前面跑 冯毅的大军在后面追 跑不掉的只能投降 最后投降的竟然有七八万之中 此战让赤梅军再遭重创 加上粮草已经耗尽 他们只能转向东南 去补充粮草和兵马 以摆脱困境 然而 早在小底之战之前 刘秀就鉴于关中发生饥荒 魁霄的重兵又不妨再拢幼 所以他分析认为 赤梅军必然会向两个地方撤退 一个是西安 即今天河南省的缅持县东 一个是宜阳 即今天的宜阳县西 于是 他派侯进驻守西安 太耿眼驻守宜阳 等待着赤梅军的到来 果然不出刘秀所料 樊崇率领着赤梅军的主力 正向宜阳逃来 刘秀得知后 亲率六路大军 在宜阳布下了天罗帝王 当赤梅军 人匹马乏地到达宜阳后才发现 前面是刘秀率领的六路大军 后面是冯义的追兵 他们已经是插翅难飞了 于是 樊崇思绪良久后 决定投降 他派刘盆子的大哥刘公 与刘秀谈判 他对刘秀说 我主刘盆子 准备率领百万大军投降陛下 陛下准备如何安置他呢 刘秀冷冷地说道 我只能饶他不死 其他的一切免谈 刘公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汇报 两天后 刘盆子率领百官 亲手捧着皇帝的玉玺 和刘璇的七尺宝剑 献给了刘秀 赤梅军全部投降 然而 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 刘公所说的百万大军 其实只有十余万人 公元27年2月20 刘秀从宜阳返回洛阳 并将樊崇等赤梅军首领 以及他们的家人 也全都带到了洛阳城定居 软禁了起来 同年 樊崇等人再度起兵 失败后被刘秀处死 至此 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梅军 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秀既河北之后 又平定了关中地区 3月 刘秀派军占领了长安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